很多人已经有了录音机 在录音的时候依旧不知道如何使用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录音格式更好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参数 如何连接相机 应该用什么样的线材连接等等 今天依次给你讲个明白 各位好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这个系列视频 录音机的故事第一季 录音机基础知识一共有三集 今天是这个季的最后一集 怎么设置录音机 今天我们一种最常见的录音机的品牌 Tescom的DR40X为例来讲解 如果你手上的录音机是其他的型号 看完这一期应该也知道怎么用了 使用录音机录制音频分很多的场景 那每一种场景用到的设置都有不同 所以我们就按照场景来讲 录制一个人的语音 是录音机最常用的使用场景 比如播客节目或者是访谈等等 首先应该明确录音的方案和录音的规格 录音方案呢 我更推荐使用外接麦克风 那虽然自带的麦克风也很好 但是立体声结构的麦克风 最擅长的是录制现场的环境 比如说环境音或者是乐器演奏 那根据现场的环境 选择外接麦克风的种类 如果在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 房间的声学结构也很好 比如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那么大震膜的麦克风是最合适的 如果在嘈杂一点的环境当中 动圈麦克风录制的效果更安静 如果录音的距离有些远 或者在视频的录制当中 麦克风不方便出镜 那么使用枪式麦克风是最合适的 录音规格很简单 上一期视频里头 我们给大家讲过常用的规格 像播客访谈类的录音规格 选择24比特48k赫兹的WAV文件就可以 录制模式选择双电瓶 这样录音更加安全 万一爆音还有备份 音源选择外置L 双电瓶选择辐射2dB 根据外接麦克风的种类 选择是否开启48V幻象电源 点击录制 此时录音键闪烁 这是准备录音的状态 选择输入源 设置输入源电瓶测试录制最大音量 刚刚到-12dB左右 可以看到备份音轨显示着-12dB 调整监听耳机音量 点击录制就可以了 录制完成 点击停止键 如果你录制的人偶尔情绪激动 会突然提高音量 可以在电瓶模式里选择限服器 如果录制的是新手 没有语音录制的经验 说话音量会忽高忽低 可以在电瓶模式里选择峰值减少 大多数拥有XLR接口的录音机 最少都可以连接两只XLR接口的麦克风 这对录制双人语音非常有帮助 比如播客节目或者是访谈 这类录音我更推荐使用两只动圈麦克风 录音的规格和刚才一样 录制模式依旧是更加保险的双电瓶 音源选择外置独立 外置独立的意思就是连接在录音机上的两只麦克风 可以单独调整它的音量 外置LR只能统一的调整两只麦克风音量 确认外界麦克风是否需要使用48V幻象电源 点击录制 进入准备录音的状态 选择输入源 分别调整第一只麦克风和第二只麦克风的音量 确认两只麦克风输入音量之后 调整监听耳机的音量 点击录制按钮 需要注意的是 这样录制下来的录音文件 两个人的声音分别被记录到了左声道和右声道 后期在电脑剪辑软件里 可以单独调整任意一个人的音量 除了原始的录音之外 还可以得到一份降低12dB的备份音频 确保在出现爆音的时候有替换的音频 录制乐器演奏最简单的方案就是使用录音机自带的麦克风 录音要求高的话就需要外接麦克风 因为乐器的种类很多 外接麦克风的方案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说 录音规格选择24bit 96kHz的WAV文件就可以 录音模式依旧是双电屏 音源选择内置麦立体 我用音箱来代替乐器摆放好录音的位置 这个需要根据不同乐器调整录音距离和录音的位置 点击录制 选择输入源调整录音音量 调整监听耳机音量 点击录制按钮 录制时最好确保不要出现爆音 不放心的话可以在电屏模式里选择线扶器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网络在线直播 或者是直接把声音录制到电脑的录音软件当中 此时录音机就可以充当电脑的音频借口使用 也有人俗称为声卡 连接好需要使用的麦克风之后 在录音机的菜单里选择USB 音频界面 连接到PC或Mac 如果你连接的是iPad或者是iPhone 可以选择iOS 采样率选择48K 连接里选择执行 这时在电脑的声音设置里选择Tescom DR Series为输入端 在录音软件的输入里也选择这一项就可以在电脑上录音了 以上就是录音机最简单的设置方式 当然一款录音机还有更多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如何录制完伴奏再添加演唱 MS立体声混音 如何自动录音 如何和相机组件录音体系 如何连接调音台录音 如何连接iPad直播等等 一期视频是不够的 这里是录音机故事第一季录音机基础知识 今天和你聊的是第三集 以Tescom DR40X录音机为例讲解 怎么设置录音机 如果你想学习录音机基础知识 还可以看这一季的其他两集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如果你对于录音机的使用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内容对于你很有帮助 求关注求转发 收藏点赞弹幕走一波 这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喜欢短视频 热爱旅游热衷记录生活点滴 并且希望把它们拍成Vlog和短视频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 想怎么选购器材 怎么剪辑视频 欢迎阅读我的新书 Vlog短视频拍摄与剪辑 从入门到精通 我为这本书拍摄了50个视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看 这本书是写给零基础的小白 和进阶玩家的 只要看粗体字 就可以快速读完本书 对于哪个章节感兴趣 只要精读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短视频创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希望你的Vlog短视频创作之路 由我相伴 我是赵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